哈嘍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觀眾投稿的對戰 眼前看到的是熟悉的好朋友黃甲克爾 那這次面對呢是維京人 那又是一場條盾對維京人一場對戰 兩個都是步兵果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哪一邊更占上風 不過條盾上次我們已經介紹過文明了 我們今天應該會介紹一下這個維京這邊 不過有一點事情要補充一下 上次有說條盾這個炮門奪口 可能城堡射程3效用沒有到非常大 那其實有人補充的就是 城堡射程加3是對火炮有反制效果的 那沒錯 因為你炮門奪口研發之後 城堡射程加3確實 你就會多一點射程可以達到火炮 那當然對方如果是火炮的情況下 你用炮門奪口就還不錯 那嚴格來說 因為射程加3的關係 其實在反制對手的一些遠程部隊的時候呢 當然也會非常有優勢 對如果你真的有必要用到的話 他也不是一個 不需要就是沒有 應該說他就不是一個 一定不能研發的科技 他還是可以研發的 當你城堡夠多其實他的防守範圍還是蠻 蠻不錯的 OK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調那個維京這邊的文明特性 維京 OK維京的話呢 步兵跟海軍文明 目前看一下 在封建時代戰船分用-15% 戰船分用-15% 在城堡時代-15% 分用是什麼 費用是不是 幹 OK好 這應該是費用吧 他可能是用注音輸入法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這個微軟的這個中文 這個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請誰翻譯 他兒子是不是 念小學的兒子之類的 封建時代戰船的分用 費用-15% 城堡時代-15% 然後到帝王時代可以-20% OK 總之就是維京人的戰船特別的便宜 那從封建時代開始之後呢 步兵的生命值就自動加20% 全時代都是20%喔 所以維京人從封建之後他的 冰影線我就變得非常的 耐打喔 變得血非常多 不過多20%其實是 在4162裡面的概念裡面其實是很多的 他可以坦住非常多的傷害 那另外 我自己以前蠻喜歡用維京的啦 因為維京的輪軸跟手推車免費 這很大的程度可以幫助他在 中間生時代然後採資源的時候 他的經濟會優於對手 因為輪軸跟手推車這個你可以節省掉 然後升村民的差距 因為你通常對手如果在升輪軸或手推車 他的TC是不能升村民的 那你可以 因為你是免費研發 而且這兩科技又可以讓村民的工作效益提升 所以維京人有這兩個科技其實就是算他的經濟特性 還不錯 特殊單位是狂戰士跟維京常傳 那狂戰士就是一個會回血的步兵 我們就不特別看了 特殊科技銀罐跟金罐分別是球長 球長的話這個還不錯 步兵對騎兵有攻擊加成 就包含長槍兵都可以 額外再加成 加成多少我忘了 有興趣的在下方再補充給各位科普一下 因為這個數字呢我一直都記不起來 可能就是有加成 再來就是 這一次有新給他的一個新的科技 殺死村民貿易單位 生旅的時候 被生成黃金 我記得筆質好像不一樣 殺村民好像不知道是一點黃金還是幾點黃金 貿易單位跟生旅比較多 但其實 我覺得這有跟沒有一樣 因為他加了黃金量實在 太少了 所以根本就沒什麼差距我覺得 那就反正就讓球長多一點點的功用啦 因為你 你去對方殺村民這個效益 你還用步兵 去殺 用步兵去殺 那我們就算他 不是要用步兵殺好了啦 我們假設所有單位都可以 我忘 我不太清楚他這一條 敘述是 呃 步兵殺才有用還是全部都有用 假使說 我們放寬一點說全部好了 那這補回來的黃金 我看了一下他上次的那個patch 好像也不是特別的 讓你有 就是你殺了 也不會說真的會截掠多少回來 但這個非常符合圍巾 圍巾人的掠奪的特性 可是在二代裡面應該是 沒有太大的幫助啦 金冠科技的話呢 狂暴戰士幫 工兵系列單位 還有圍巾長長的攻擊力加1 所以圍巾人其實也是很適合打 射箭長的單位的 因為他有強弩兵 那團隊加成的話呢 碼頭費用解15% 這也可以讓他在某一些可以捕魚的地圖 也可以獲得充分的優勢 那剛才說過了 射箭長的科技部分 就有強弩兵 少了拇指環 但有強弩兵 其實圍巾也是蠻多人會去選擇出這個強弩的 金冰的話雖然說步兵文明 那步兵線各位就參考一下 不過今天 這個投稿的時候也說了這個是一場步兵的對戰 我就 就不用在這邊假裝不知道 因為通常投稿的時候都會稍微的減速一下一些特色 所以這場我們就來看一下步兵戰 這兩國打起來到底什麼樣的感受 軟甲他也是有的 遠程護甲可以加1 一樣可以升到劍勇 但圍巾的劍勇血量會非常的多 馬舊的話呢圍巾就全殘喔 沒有品種沒有跟蹤 適當的使用 沒有必要的話就可以不出 所以為什麼他會去選擇努兵的原因 工程器沒有火炮 剩下來都有 冰工廠少了鐵鎧 所以他的馬又更爛 圍巾的馬真的爛到爆炸 然後城堡 修道院的科技也蠻糟糕的 然後科技的經濟部分 但是海石沒有 整起來都有 圍巾的文明特性 圍巾整體而言 在封建時代通常 可能黑暗時代有可能會打Drush 就是所謂的民兵進攻 那封建時代小公 概率會比較高一點 小公概率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圍巾的 騎兵線比較 堪憂一點 不太看到圍巾會去打騎士啊 除非之前有一些比賽 確實有時候 對手可以去用騎士去做反制 那你可以出 你還是可以出 沒有說不能出 但你真的要掌握好情況 如果你確定你這個騎士出了 可以獲得一些 呃攻擊的效益的話 那你出是完全沒有問題 OK 旁邊現在也在進行一個常規的升級 OK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比賽打起來是什麽感覺 好 趕這些路的技巧應該各位也都相當的熟悉了吧 現在二代你不敢路已經跟不上時代了 對 如果你現在還有在練二代的 記得這個 推路的 手法 操作 自己要 多多練習喔 我覺得這還是差蠻多的 之前在玩的時候大家可能不是說每一個人都需要去推這個 推這個路推這個 資源回來的 可是其實你看多了 這些資源除了採比較快之外 它又不需要任何成本 它真的是沒有道理你不推回來的 你推個兩隻三隻這個 前期的肉就可以免費拿蠻多的 就等於你的羊 可以不用那麽早吃 而且你也不用那麽早種田 所以很大一部分都幫你節省非常多的 資源的消耗 而且農田在二代 你跟一片田它就要一次 木頭的支出 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尤其當前期村民還不多的時候 OK 條頓這邊的話呢 是拉了採礦營地 我們看一下 北京這邊的話 倒是沒有先拉採礦營地的感覺 村民兩邊都是17村 條頓的話 已經是在拉織布囉 所以這應該會是蠻早的 要進封建 收村 結果不夠 哈 結果不夠 等一下我以為它這個 這個已經 流程練的比較熟忍一點 剛剛講說收村點封 結果沒有 收村還不夠 所以還點了一村 18村上封建 不過也沒差拉 就 小小的 稍微損失了一點 村民的前期的資源採收 大概幾秒鐘而已 那沒關係你看 條頓這邊 直接赤喉開進來 殺了維京一個村民喔 還蠻爽的 這前期抓一村 這前期抓一村 超賺超賺 超賺 所以分數上就 差不多 被持平 好兩邊都在研發封建時代了 正在推進自己的時代 然後也都是維持在18村的一個 村民樹 條頓拉下了均營 而且是在封建一半的進度的時候拉 同時黃金礦也有在採集等等 應該也沒什麼意外會想要出點小宮吧 維京就沒有在採黃金喔 這裡圍城會不會想要直層呢 也是蠻晚在拉這個均勻的 但這沒有提早採金礦 也不是不可能去出赤喉啦 因為 可能偵查一下 條頓這邊發現 沒有在圍什麼牆 赤喉進去 還是大有可為的喔 不排除 維京不打這一招 只是他的馬就在後續 城堡時代之後 就 運用的機會就不太大 所以維京趕緊的把牆給圍起來 看到對方赤喉已經是直接進來了 這邊有一個木牆 這個 待不及了 Oh No 再進來就被看到 被看到他要幹嘛 而且繞了一隻赤喉進來 很麻煩喔 好啦 至於維京的赤喉也回來幫忙一把 還好還好 那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個強迫的單進來 沒有殺死村民 也沒有看到其他情報 維京看起來也沒有打算要升馬舊 所以 他打什麼算盤 這 螢幕 螢幕 螢幕跟那個 螢幕都拉起來了 採集的技術也都先拉了 跟封建時代也都必拉的一個科技喔 你看條盾這邊 小工廠 射箭廠已經出了 小工也正在生產當中 分明拉了一隻到前線 而且開始採這個石頭了 這代表條盾想要塔弓了 不要忘記 條盾的塔弓 條盾塔可以駐紮雙倍的單位 所以他能射出更多的箭矢 他的條盾塔弓是蠻可怕的啦 喔 等一下喔 我看到維京這邊 雖然升了一個射箭廠 應該是看到對手出小工的 所以這個射箭廠應該只會出毛病 對 他這裡沒有要出弓箭手的意思 因為維京完全沒有採任何的金礦 他就把成尾圍好 不過條盾已經是在他臉上直接拍下了 掉上台了 封的這個木頭還是蠻傷的 但維京還好啦 維京這封的還蠻大圈的 所以維京後面還有 好多樹叢 這被封的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困擾 你看維京已經在中間這邊下了伐木場了 也差不多時間到了要先派村民出來開金礦場了 應該差不多了 可能是先把那個 木頭先 派出去先採然後先開一些農田吧 那條盾這裡的話一樣嘛 差不多 也是正在開農田的階段 他意就在條盾這邊已經是出了不少的工兵了 不過維京也反應的非常快 所以赤猴偵查到條盾第一時間的工兵之後呢 這天場也就開始出毛兵反制了 他就節省一開始黃金的一個採收 先以這個木頭食物為主 然後去做這個菜雞 ok 那當然因為一開始沒有花村民去採黃金的關係 他的食物跟木頭就比較能負擔這些毛兵啦 所以前期這邊的交換你可以看到維京其實是蠻優勢的 就算這個長槍兵跟工兵就一起這個毛兵都能克制 維京這邊打的倒是一個比較像情報戰的 他直接拉刺頭過來看條盾在幹嘛 就發現ok條盾出小工廠 我這邊就直接出這個射箭場去反制 然後節省到非常多的資源 沒有浪費掉那些採集的時間 所以維京這裡目前是正在開採黃金了 農田應該也會一片一片的跟下去 目前已經有六片田 但條盾不要忘記了 他可以跟那麼快 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他的農田費用減百分之四十 所以維京這一個農田 雖然節省了採黃金的村民 但其實速度 破田的速度跟那個條盾其實也不會漏差太大 因為條盾的農田也是相當便宜的 不過前方的交換 這裏前期交換條盾那一波工兵死光之後還是蠻傷的 工兵還是蠻高價的一個黃金兵 封建時代死太多的話 對自己的經濟還是有所的影響 黃金會消耗的太多 而且完全沒有累積住自己的軍事單位 條盾這邊出了一隻赤猴 那維京應該會想出一點點的斗力出來反制一下 稍微要去反制一下 你封建時代看到對手出毛兵 你出赤猴是完全屌打的 因為速度夠快 然後毛兵攻擊又只有兩點 所以你的赤猴打他是完全優勢的 砍他是當小孩在打 毛兵也沒辦法近身射擊 你基本是無損在做這些事情 維京這裡遠攻先拉了一攻 條盾沒有先拉那一攻 條盾這個工兵沒有先拉一攻 他甚至沒有先造兵工場 所以他這裡的工兵其實非常的劣勢 維京這裡是直接一攻的一個距離 這封建手是完全沒辦法應對的 再加上維京後方也是搭配了兩個長槍兵 封建戰爭這邊看起來是維京佔了完全的上風 他這裡可以射長槍兵 但自己的工兵應該也會死的蠻快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操作 然後兩邊都在拚這個操作的細節 可惜維京的兵種克制還是差太多了 這一個料王臺條盾造一半沒有造起來喔 可惜阿 這維京也省去再開一個伐木場的經費了 直接繼續採集就可以了 那維京前面這裡打贏之後呢 繼續往對方家裡進推 或許條盾這邊還是得出單位做防守 條盾甚至也沒有放棄他的工兵 反正他這裡就是工兵配刺猴去做反制 工兵先點掉對手抖地之後呢 刺猴壓上去吸傷害 後方的工兵再做輔助射擊 看 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條盾終於拉上了他的一遠攻 一遠射 把他拉起來之後就比較能打了 挑盾這邊還派了三個村民去前面摸這個料王臺喔 不先把這個摸起來嗎 這個牆低調先造不是應該比較快能造起來嗎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先把這個造起來 這裡還抓了一些落單的維京的工兵 那維京在外面浪太久了 這條盾後續補上來的軍事單位還是把對手的 安慰給壓回去了 那我得說 條盾這邊 維京這邊其實沒有出太多的單位喔 他死的單位其實是偏少的 這邊已經很順利了 就已經開始點上城堡時代了 維京這裡的進度是比較超前的喔 而且維京的料王塔這邊也造起來了 我知道了 他是不是剛剛造料王塔造一半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維京這邊有沒有造料王塔 如果他兩邊都造一半的話 這邊確實不會想要把他造起來 因為他如果造起來他把他修起來 他就守不住 所以他在等 如果他不造起來他才造起來 就卡住他啦 如果他今天造起來我就等一下把他退掉就好了 就不會浪費那麼多石頭在上面 OK 現在分數維京是比較領先 而且維京已經是準備要上城堡時代了 條盾這邊會相當的危險 他前期這個塔攻其實沒有收到任何的效益 調盾這前期的塔推是幾乎沒有成功的 而且是有浪費掉不少的石頭資源在前方喔 但還是沒有放棄阿 頭都洗了對不對 你石頭都造了 石頭在二代是一個防禦性資源 甚至四代也是一樣 那個資源你不花掉你留著沒有用 他不能讓你升任何堂 OK 這裡條盾十七片田 維京十五片田差不多 直接跳升城堡時代了 維京是正在拉工程所 城堡時代如果輸這麼多的話呢 是會有一波時代的劣勢喔 尤其是維京這邊已經是知道這個優勢之後 他把他的工兵往前拉了 努兵等下拉完之後呢 就可以在條盾周圍開始噁心這些村民了 要注意一下 非常的危險 有這裡條盾 這個廖王塔 Oh No 他這個工程所為了擋牆壁 所以自己的村民 你看這個條盾這個廖王塔裡面 塞滿了所有的 遠程單位跟村民 所以他射出了箭矢 非常的多 八根劍 傷害力非常高喔 看一下維京已經把工兵拉到側翼來了 超頓這邊也沒辦法繼續工作了 只能把村民往回收 石頭沒辦法繼續採集了 不過 前方的塔也都造了兩座了 所以應該是還好 他終於在城堡時代發揮了一個優勢了 他在城堡時代終於把塔造起來了 維京這邊還暫時沒有辦法反制 應該會出一台投資車 No 他除了是衝撞車 他用衝撞車去做攻擊 條盾家裡也同時受到維京的侵擾 兩邊都在做一些 邊境的騷擾 也是非常好操作的力 衝撞車往前推 不要忘記裡面還有村民喔 村民打這個衝撞車還是有加成的 這是需要靠操作的 但我覺得有塔的這一邊還是蠻優勢的喔 因為條盾的塔射出的箭矢真的太多了 你們想大聲斥責但實在太多了 對 完全 完全 沒辦法拆掉 我覺得他應該要用投資車的喔 用投資車可能會好一點 但因為條盾的塔是 可以塞比較多村民阿 所以投資車也不好說 可能他也是這一層考量 決定不出投資車的 因為箭矢那麼多的情況下 投資車也蠻危險的 我們確定 血量會扣多少 因為蠻少看到 條盾用這個 然後對手用投資車去摧毀他 應該說條盾的比賽也不多 我有點忘記那個 投資車被 條盾塞滿箭塔的 攻擊一將打之後 到底會扣多快的血量 你看他條盾這邊 開了 正在開第二TC 但前方戰鬥依然的 非常激烈 圍巾的兩TC已經正在營運了 村民的話 圍巾是慢慢的在領先當中 圍巾目前正在 生的果然還是投資車嗎 8加1的射程 9點射程 修不起來 這7點射程 少2點射程 這個投資車要站在這一格 村民在後面修好像會被射死 原本如果他沒有研發那一點射程的話 大概就贏一格 你後面村民還可以修 結果這個投資車出來果然還是不行 所以他剛果然是覺得不行 所以出衝撞車的 不要誤會他了 但其實衝撞車出來之後還是要拼 拼這個操作的 因為衝撞車被禁彈攻擊還是太痛 條盾這邊出了他 剛才條盾還蠻常出條盾的騎士 所以這騎士還是出場了 雖然移動速度稍微偏慢 但這裡品種還是給他拉起來的 依然到對方家裡去洗澡一下 那條盾這兩個瞭望台真的是 做到非常好的貢獻喔 我得說這兩個瞭望塔 讓圍巾這裡過得相當難受 而且條盾前面騎士還一直串進去 射這個牆壁 這個牆壁剛剛是被打掉的嗎 應該是被打掉的 直接串進來了 這個要趕快把這個洞給補起來 給切了一個口出來 這騎士一進來有點煩喔 喔 維京除了 幸好還有生旅防守了 有生旅就沒問題了 直接在前線拉了一個試刃中心 維京就用試刃中心當防守點 直接扣住這個破口 應該就還好 不要再讓這個戰損擴大了 尤其這裡的農田都還沒採完 就被條盾的 廖望塔給收掉了 而且你看這些小弓他沒有升級喔 他這個小弓完全可以擔負這個 廖望塔額外的箭矢喔 你看 這甚至連試刃中心被這樣射的射的 都扣蠻多血量的 小看這個廖望塔 這條盾廖望塔的箭矢很多人 在這個時候呢 條盾家裡的防守其實 做的也是非常的薄弱 我等於說他就沒有 他其實蠻晚才把這個邊防給拉起來 因為主動拳現在完全是落在條盾這邊 不過圍巾還是有分數上的領先的喔 圍巾這邊準備要打一波這個 側翼的騷擾了 拉了六隻弩兵到側翼來 這個沒有第一時間發現的話呢 應該會死不少村 而且通常正面在打的時候側翼都比較難注意 我們看一下現在塞在窄口裡面 隱藏自己的意圖 要在家裡控兵 家裡的尾巾僧侶還感化了不少的條盾騎士 就算條盾有抗感化 他本身的那個團隊加成可以抵抗招想 但 你看上次連那個英勇士都被感化了 就算那個科技上去也不能抵擋多少次 果然 第一時間是沒有發現這個弩兵喔 這個突襲是非常成功的我得說 這個突襲非常成功 炸三村 不能說非常多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騷擾到 三隻村民死掉之外呢 還收村了 那就還行 條盾的話呢 維京生了重傷場上兵 而且血量非常的多 有66點高額的血量 二宮兵現在非常的無助 這是封建兵而已 打不下去 然後外面這幾個弩兵 殺完人之後就往後撤 條盾騎士 條盾騎士回來要抓 但 找不到人 腿又很短 不知道到底跑哪去了 OK 維京這一波反推應該有成功 終於把 條盾的料王塔給解決掉了 料王塔在那邊反了有點久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維京這裡處理 雖然 被反了那麼久 但他分數依然是 站比較上風的 因為他側翼騎士一直有在做分兵 這個就是操作 你要打上高分的一個非常必要的二代的技巧 你就必須 多練習 操作 絕對 不是戰術意識 對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騷擾是一種戰術意識 但我跟你講你要是操作不來的話 你這個走到前面去被殺死 你只會說 你只會被說 啊你怎麼那麼猜 為什麼 這麼少部隊要去做攻擊 可是你要看人家少量部隊過來 除了可以殺掉對手村民之外 還可以勾引對手一些主力部隊回去防守 多少都可以減輕在前方的防守負擔 好啦我們得說他那個條盾的抗招降 還是有點用的 就是 還是能多抗好幾次的招降 可是沒有那麼快就被招降過去 所以 大概可以一陣 一陣一附大概可以抵免這個條盾 條盾騎士速度慢的問題 可能還稍微的在優勢一點點 不太那麼容易被生女給趕花 到目前兩TC 然後 圍巾是4TC 而且圍巾的木跟 木跟肉有點多 我在確定發生什麼事情了 現在他的木頭跟食物多的有點誇張 就已經破1200了 沒有在 沒有在升單位 應該說現在升單位都花不掉的話 這個 感覺進攻的 timing會有點受影響 因為你的資源現在如果是憂鬱對手的時候 看條盾這邊資源花得相當的乾淨 所以現在場面上 條盾一定是 佔據的這個主動權 難道圍巾要直接上帝王嗎 包裝車在四處拆 拆這個 條盾的違章建築 那這些 圍巾的狀況場上兵 要反這些騎士 完全沒有壓力 尤其是條盾的騎士這麼慢 所以他的 圍巾的這個狀況場兵追起來 就更愜意了一點 這邊 應該一個一個把狀況者推過去 應該就可以把這個獵王塔給拆掉了才對 好像 圍巾看起來是蠻在打防守的 他現在在打算盤應該是要農吧 因為他看條盾這邊在做進攻嘛 條盾一直做進攻 代表他花了很多資源在做進攻上 他又沒打下來 所以圍巾這邊打的算盤就是我要去農村民 然後 果然是標上帝王時代 他是 留那麼多那個 食物館是要標帝王時代 沒有 沒有要在城堡時代打對手 他是直接要拉一個科技插去 給條盾一個教訓喔 不過條盾這邊其實也有三個TC在生產村民 所以這個村民術一直也沒有拉得非常開 只差在圍巾是專注做防守啦 所以他用比較便宜的單位去克制 條盾這邊比較高昂的騎士單位 然後防守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甚至可以說條盾這前期還蠻虧的 啊 電動台被拆了好幾座 這加一加的石頭的費用也不少 但他現在還是有蠻多的石頭 感覺都是一些資源的損失 啊 看到這裡遊戲時間38分 終於看到我們的條盾 菁英已經開始生產長劍兵了 為什麼這時候會生產長劍兵呢 因為對手有這個 不少的重裝長劍兵嗎 他也看到了 感覺是可以試試看 長劍兵 民兵現在這個時候 當然遇到圍巾現在的重裝長劍兵是沒有問題的 但這個重裝長劍兵血量還硬是比這個 常劍兵多6點血你看 然後圍巾這裡是還有一些弩兵喔 弩兵的話就還是有點難受 我看一下那個條盾拉到軟甲 條盾已經拉到軟甲了喔 注意一下 所以現在條盾的步兵已經是有一點遠防的加成了 這邊有4點的遠防 弩兵射擊的話呢剩3點的傷害 其實減免一點也是差蠻多的 因為你 10個弩兵每個都射一下的話 你就減免10點傷害 就是慢慢累積出來的優勢 這裡長劍兵被團團的 重裝長劍兵給包圍 但這裡看起來還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長劍兵 硬要跟他做近距離交火的話呢 他還是可以砍出非常高的傷害 因為民兵的攻擊速度非常快 民兵的近戰攻擊速度其實很快 所以你只要貼著他打的話 他的攻擊力是 非常高 因為我條盾這裡又再次沒有修起自己的城堡了 這裡是直接拉了更多的村民過來 原本要把這個城堡都快拉起來了 所以又被圍巾阻止了 這裡分數輸的又越來越多 但這裡民兵看起來還是一直被弩兵給做壓制 雖然已經變得蠻硬的 因為有多軟甲的關係 這長劍兵 可以耐住 弩兵其實還蠻多傷害的 這個城堡被拉起來了 對維京來講不是一個太好的消息 城堡壓得非常的靠臉上 匡道的範圍建築有非常的多 尤其這些軍營出來的單位 要是第一時間被射擊的話 有可能還是會受傷 所以維京已經在上方是下了一個城堡 那因為民兵沒有遠距離攻擊的關係 村民應該很難阻止了 踩對 而且弩兵在後方 在幫忙解決這些長劍兵 村民沒辦法 近戰的接觸面積實在太小了 完全沒有辦法執行 維京應該要照得起來吧 應該沒有問題 可能 可能 可以吧 行吧 沒問題 差一點點 好 條盾直接在他臉上踩石頭 你看條盾後方的這個 條盾踩了幾個軍營 一二三四四個兵營 造了四個軍營 然後開始一直在升那個長劍兵 而且也終於開一點帝王時代了 維京是蠻早就上帝王時代了 但維京這裡上帝王時代之後 因為資源也是比較極限的關係 所以他第一時間也沒有去升那個 強土兵 現在才升上去 又是非常多的木頭跟黃金 那他的 應該說很多木頭跟食物 黃金 完全不夠 然後他又留了非常多的木頭跟食物下來了 我覺得這個資源應該有點過多吧 那為什麼不用市集交易一下呢 維京也有市集啊 還打什麼算盤呢 那採了這麼多的 採了這麼多的木頭跟食物 但也沒有有效的把他花掉啊 都已經帝王時代了 應該沒有理由再保存任何的資源了吧 拿木頭去換黃金 多買幾台巨頭應該也不錯 ok 那條盾這裡 城堡壓在前面的話呢 維京現在大概也沒有什麼辦法去對付他 所以繼續的把自己的強弩兵給拉到前線來 此四隻的強弩走側翼要騷擾條盾 看一下 五加三射程喔 你看維京貴為一個步兵國 最後天梯你看還不是都在玩強弩 長劍兵往上走 然後帝王時代 怎麼那麼久 到現在還沒拉完 好 長劍兵要直接圍上去打了喔 這一個巨頭沒有人保護 這民兵 民兵過來砍是可以直接砍能中傷的 而且條盾這邊其實是有拉那個 因為有軟甲你就有拉補給了 所以他的民兵現在非常便宜 減十五的食物造價 對條盾來講食物的負擔是非常小的 看一下資源的部分 維京的資源還是留的有點多 怎麼會有兩千八兩千四的資源 其實這邊我們沒有看懂耶 就這個分段應該不應該會這樣啊 這個分段的維京這個資源流這麼多 他沒有升任何其他單位我覺得蠻奇怪的 他一直在採黃金 因為黃金一直都蠻乾的 他又捨不得拿士籍去交易 各換個一千給黃金 我覺得他可以爆出非常多的單位 因為條盾這裡資源真的是花了非常的 非常的見底 而且已經也上帝王時代了 維京在下方拉了私人中心 這側翼的 維京強弩還是殺了不少的條盾的村民 不過到帝王時代之後 TC數量上去跟村民的擊殺 如果不夠快的話呢 你看條盾的村民依然是優於維京王 雖然這邊的側翼騷擾是有那麼一點成效的 兩台巨頭終於把條盾的城堡給收拾掉了 畢竟還是防守方比較優勢 進攻的城堡塔都比較難 已經站得太久了 應該是ok了 條盾也開始在維京附近比較近的距離去採黃金 雙手劍兵研發完成 而且條盾的單位就是他軍營馬就還可以再加護甲 到帝王時代加2 所以你看到條盾這個雙手劍兵 6點的近防 6點的遠防 這連強弩都快招架不做 這等於打的只有4點傷害喔 長人兵是完全碾壓這個少量的強弩兵的 這封箏不了啦你看 數量不夠多你要封箏的話 護兵還真不怕 明兵是可以直接硬上去砍的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分數 維京這裡是9500 然後條盾這邊是7900而已 差距是有一段 我覺得最主要是維京的食物跟木頭實在是很多 為什麼不造單位啊 看的真的是覺得有點難過 而且條盾已經在升劍勇了 劍勇科技也正在研發了 現在條盾是全部都在轉明兵線 還要貫徹這個步兵國的信仰 對方出明兵 還混了重裝長槍兵 我這裡 大條盾用 劍兵勇士 能不能砍爆維京 分數差的要2000分 13加2 15點的傷害 當然這個長槍兵是完全打不了的 得依賴維京自己的強弩兵了 劍勇在側翼做爆破的木槍 被砍的速度非常快 我沒記錯的話 劍勇對建築又額外的加成 所以這砍建築還是蠻快的 剛路兵回來防守 劍勇 這一點的軟甲遠防 其實還是有差的 讓他可以多耐好幾下攻擊 而且進來之後反正也不想逃了 先殺村民優先 正面的衝突看一下 調整這裡的劍勇也不少 維京被分兵之後呢 他的強弩兵其實 前線的數量維持的並不夠多 而且他還是繼續沒有在 買賣資源 我覺得這場維京輸的原因可能 很大一部分跟他的木頭跟 這個食物會有關 我說目前前面會打輸這裡 因為理論上如果他這些資源 全部炸成黃金的話 他的強弩應該是一波可以把 這個調整的步兵給打回去 不應該只有這些 強弩兵 因為你看只要強弩兵到一個數量之後 劍勇再怎麼樣耐打 也不可能被風箏不死 調整還是持續的在做進推 維京也是慢慢的把承包往外 開始慢慢擴出去 增加自己的進攻節點 慢慢打陣地圍過去 那條盾也自己在上方 也是拉了一個城堡高地 拉在這個地方扣住 那下方這邊的話呢 還有TC可以防守一下 所以上方這邊比較防禦薄弱 拉在前方 當作條盾的進攻 防守跟進攻的距點 好的現在分數條盾還是非常的落後 而且現在也都在爆劍勇而已 有拉有在升那個工程所的車 中型投資車 因為強弩還是有點多拉 我覺得冥冰這樣硬打 真的也不是辦法 除非拉我覺得之後如果有什麼科技 或是什麼調整 讓這個劍兵勇士的移動速度再快一點 我覺得可能還比較好一點 不過二代環境去改這種 就是蠻大的Meta變動 我覺得二代的平衡小組 應該也不太敢做這種事 因為二代的玩家其實蠻習慣現在的玩法 既然大家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抱怨 還好吧對不對 反正冥冰大家也都習慣了 好啦中投出來了 強弩打中投也不是太好對付 然後我們同時看一下條盾這邊的那個 這個炮門奪口有研發了喔 8加53點的高額射程你看 這個範圍很廣喔 這強弩兵完全走不進來 強弩兵完全沒有辦法進射程範圍內 那個強迫的被往後壓 而且中投這邊壓上來非常危險 這個巨頭來不及跑了 兩台巨頭直接死去 這可是中型投資車喔 這中型投資車的傷害很高的 強弩兵八點的射程 這中投有九點的射程 所以強弩兵現在是完全沒辦法去跟中 中投去做應對的 兩台中投就可以克死這個強弩 再加上條盾前方的劍勇 所以圍巾這裡不忍了 他好像也想要出民兵線了 這裡 圍巾正在出雙手劍兵了 不要忘記圍巾的雙手劍兵 就是鳴兵線 血量是有百分之二十的加成的喔 所以理論上他是比條盾的步兵要更抗打一點 不過現在條盾的 雙手劍兵比較多 劍兵勇士比較多啦 這要硬砍城堡了 這些巨頭 尾巾感覺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不過來 還是怎麼樣 有一些單位都送的有點太快了 沒有注意到 因為我看他前期都還有在分兵做進攻了 怎麼可能會沒有手術 看這城堡 尾巾城堡被拆的有多快 條盾這邊不斷的往前壓這個劍兵勇士喔 強弩兵 硬點這些劍勇 可惜劍勇過了軟甲之後 看起來血量還是拱得住這個強弩的 強力射擊 而且圍巾 他是沒有拇指環的 所以還是多少有差的 喔天啊 喔nononon 這個衝頭 已經解決掉條盾大量的步兵了 看這中頭還是一個蠻難慘的對象 看 尾巾這裡的雙手劍兵也已經出場囉 步兵國 終於在 這遊戲時間到快一小時的時候 正式的做對決 兩邊都是劍兵勇士 尾巾劍兵勇士 有84點的高額血量 條盾呢有70點的血量 而且條盾這邊的攻擊還多了兩點 目前 還多兩點 他差別就差在 條盾的劍勇比較硬喔 硬了兩點 目前 但我覺得血量多這麼多應該還是比較優勢 所以現在圍巾這一波 劍勇反推之後 條盾看起來沒有特別能打贏 中頭有在操作 對方的 強弩這裡死的很快 而且炮門奪口研發之後 條盾的城堡壓在後面這裡 防守能力非常的操群 下方這裡圍巾想要再開闢一個新的戰場 在下方拉下城堡要做推進 這兩台中頭其實貢獻了非常多的傷害喔 這連劍勇也不是太好去 反制這個中頭 喔 好痛 兩邊劍勇互打 這邊有中頭幫忙下 不講武德 我們的圍巾這裡還是抵擋不住 圍巾 條盾的 中頭的淫威 下方城堡被圍巾給拉起來了 圍巾想要直接 指導黃龍 然後直接攻入這個條盾家中 啊 資源終於肯去交易還怎麼樣還是花掉了 我也不太知道 條 這是條盾的資源 我已經資源還是一大堆啊 到底為什麼 我不 我不明白欸 我不明白欸 這已經是真的他忘記有市集了吧 你們世紀第五二在玩的時候 資源太多是真的要拿來交易喔 那留這這麼多資源都沒有用啊 圍巾現在需要大量的單位去做反制 而且圍巾的步兵是贏這個條盾的 條盾就算有這個兩點遠防 但圍巾不太可能就因為這兩點遠防幹不過 啊兩點近防幹不過的 圍巾這邊也十三加四嘛 啊條盾咧 條盾也十三加四 他就多兩點 兩點的近防而已啊 可是圍巾是直接多百分之二十的血 完全不能比吧 應該不能比才對啊 這上面一看這個耐的刀數差很多啊 多對方 多少血 十四點血 你可以多耐七下 我覺得差蠻多的 結果圍巾在下方的侵略好像也沒有 打到太多 因為主要是條盾的村民太多了 因為他還有一百三十三村 所以他家裡的騷擾也沒有特別留什麼錯 條盾是直接升了精銳條盾武士的 條盾騎士 十加三的近防欸 哇靠十三點近防欸 劍勇砍一下才扣四滴血 他還有一百滴血欸 這圍巾 這條盾 條盾騎士有在扣血嗎 你看 你看一下這條盾騎士被劍勇砍完全沒有什麼扣血 我已經這時候想說跟對方條盾去拼那個步兵戰 結果 也忘記條盾還有這個精銳的條盾騎士 條盾騎士了嗎 家裡這裡 圍巾這波看能打到什麼樣的地步吧 我覺得應該也不行 因為步兵線進來的話 你看條盾家裡很多的TC也都在做防守 所以村民也沒有死掉太多 應該說就算死了也還有很多村民可以工作 所以對條盾來講這些民兵解決掉也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前線的話又因為混了精銳條盾騎士的關係 已經是完全打不下去了 只能GG結束這場比賽 那這邊記得幫這個影片點個喜歡 喜歡二代的話呢 請多多支持吧 那就多多大家到場看 看這些節目 如果你喜歡二代的話就多多的支持吧 就這樣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有很大很大很大一部分 我不是很滿意的就是這個圍巾 為什麼他資源可以留這麼多 擺明可以用四級交易的啊 不可能 不能吧 這兩個資源留這麼多 他黃金都一直在卡這個黃金 他是忘記啦 我不是很懂啦 反正我覺得這個15倒是蠻大的 那波兵戰這兩邊打的 雖然是蠻激烈的 但我覺得圍巾中間那一個強弩兵 其實還是可以有更多的優勢 那當然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 金瑞條盾騎士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禁防 跟他血量跟他攻擊 劍勇是完全打不過的 就算是圍巾的劍勇 也完全不是對手 ok 那這一波騷擾沒成功 圍巾就 自己投降了啦 那也沒什麼要打了 條盾大概直接壓進去了吧 分數也已經反超3000了 從這個一路落後快 兩兩千來三千分我忘記了 原本是落後吧 一路打到領先了 好啦今天的比賽就跟各位帶到這邊了 講了非常的久 人類 看到這邊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也是 非常支持我去 就是 做這個二代